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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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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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的圣经章节 这是保护在亚点 亚点就是以当所有的地理码进来看 就是在亚盖亚神 第二次传道最主要就是在马其路神和亚盖亚神 那马其路神最主要就是以对立比 结撒荒民家和毕利亚这三座城市 祈祿福音的工作 那这三个地方都有了信耶稣 在相对的也有很多不幸的人就起来软软 在老公在旁边有主宰 有主宰 所以许多弟兄姐妹就希望保罗先离他 只要让自己陷入在危险的房间当中 所以他在晚上的时候就连夜来到亚点 那他来到亚点就是另外一个神 这两个城市啊 这两个城市啊在古代的时代 那另外一个就是十八章那里所讲的哥林多 这两个城市啊在古代的时代都是很重要的城市 这些在历史的那个环境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 一直到现在大家都会主宰 那以亚点这个地方来看 西亚亚点在那个时代 它是世界的文化中心 里头包含了很多层面 或是相当有成就 那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 他也是 哲学思想的一个摇篮基地 那里居上这个民族自由的言论 那哲学啊就是 就是去研究有关生命与生活 各种方面的这种思想 如果是以学术的研究来看 学术就是研究学问 就是那种种的 Türkiye 那些��对民族自由的学生 因为每个学院都有 每个不同的那种层面都有他不同的学院 为什么呢 你会想看权 released 一个因为绝对这个面 为例如这一些西亚的学生 就会有这种学生 教育来看就会明白 譬如說一個大學, 我們要有學習法律的法學院, 有學習商業的商學院, 有醫院教育的技術和文化學院, 或者是畫圖,也有一些生命科學, 也有一些電子科學。 所以這個大學裡頭很多的這種學術, 就是在每個不同的學院透過研究, 這樣子發展出來的。 我們一直演變到我們現在, 已經都非常近。 這個時候就是以希臘作為開始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我們剛剛討過的過程, 他寶寶就遇到兩個學派的人。 一個就是十八節那裡, 一、一、五、柏學派。 另外一個學派就是斯多雅, 這兩個學派。 這兩個學派都是針對哲學、思想方面去做探討、研究的一個學派。 我講比普通的事情, 我們看他不來的啥就有問題。 但是因為是自由圓論的地方。 那三個來的,他命是這次而已。 這兩個學派在當中, 一種是彼此觀念不一樣的。 這不過比武精彩的康律呢。 那當然他們研究了那些東西, 有時候也不被很多人接受。 那我覺得有一個是家三軍官, 他們可以看 eniginative act下去而已。 但是他們可能的地方就說彼此尊重。 那當然有確有一個學派的人, 從來都沒有聽過的, 他們可能會想要瞭解看看,研究看看。 阿弥陀佛 中國英文, 法庭, 德大博 但是他們也有學術研究的角度 想要吸收新的知識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看到當吳昂英 第一次有保羅傳來這裡的時候 因为在亚别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充满自由思想的一个地方。 并且在它的各种宗教的追求上,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宗教性。 这个环境就是当时候人的一个情况。 或回归到救恩的传良。 虽然外在的环境是这样,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些道理,还是要在这个地方显良出来。 所以我们先从一个传道者,他的一个心路历程来看。 这个心路历程就是说,他内心所思想的,他所遇到的,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做的那个过程。 还有他当时候的那种心情。 那我们看到,十六节那里特别这样子记录。 因为当保隆来到这个地方,知道这里是一个各方面非常追求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时候,保隆是在等待他的宗教来到。 所以他在等待他的过程,他当然要走走看看,但是不是在观光游蓝。 而是在了解这里的环境。 包括人文的部分,文化的部分,創作的部分。 当然要熟悉一些部分,当然要熟悉一些路况。 这条路是从哪一条,哪一条是到哪里。 它的硬的位置,大概要熟悉一下。 因为文化的人去的地方都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所以那个城市的一些地理位置,也要稍微走走看看,知道。 他就在他走走看看的时候,他发现了很多事情。 那他所看到的现象,他的心就非常的着急。 这就反映出他做不运功能的一个心情。 。 十六节,这里有一段话,透过路加的记录。 他说,保罗看到希腊,亚别这个地方,都是蛮什么,都是偶像,心里就很着急。 这一段话,他会来报告版科医,不两个其他人。 在这里哦,没有看到普派人的会讨。 在这里我们遇到同样是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人。 这一段话,他会来报告版科医。 这里所看到的,满城都是偶像,所以全部都是伴偶像的人。 所以,他会来报告版科医。 那当然,以救恩的角度,以福音工作的角度来看。 如果没有机会,在这里传福音,给亚别人的尊导。 那这里呢,就没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就得不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得不到救恩,罪依然在身上。 以生命的角度来看,依旧是没有直观,没有神。 等于满城了的大,他们最后都要沉沦被捨叛。 这是保罗心理头着急的原因。 所以,但我们心里头也要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信耶稣。 有时候,我们在每个地方,要成为主的门徒,做一个好的见证人。 我们不是传道人。 我们也不是教会的专职人员。 我们会想说,这是一个一般的信徒而已。 耶稣如明的工作,那是没有分你在教会以后做什么的。 从主耶稣的期待,祂救我们的期待,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主的门徒。 那这是耶稣要升天以前对门徒讲的话。 这些证人员说,你们要去传语音,要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 所以,这里头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包含了几个层面。 第二层面就是,要有人去传语音。 那有人听了语音,认识耶稣,想要查好,他就成为目道者。 成为目道者之后,他有一天,完全明白道理,他就会想要洗礼成为信。 那成为信仰之后,努力地查考圣经,来学习怎么样把基督的福音能够讲清楚。 并且,也愿意造成主的门徒,出去传语音,那这个人就是成为主的门徒。 那无论你是学生,无论你是工作人员,在社会上工作的人。 如果有机会就遇到,有信耶稣,有信耶稣很老,有机会你们可以跟我来教会。 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生活的见证恩典,你可以跟人家分享。 那这个就是透过我们个人,来成为门徒,为耶稣来传福音。 除了华罗,他看到与与蝎瓶蝎的合像, 他心里造成一样。 那因为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 那这里有犹太的会堂 所以里面会有一些少数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是虔诚的 所以保罗或在会堂里头遇到的 或者是在街市上所遇到的人 就会跟他们做谈论 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来介绍耶稣基督 当然跟你谈话的人不见得每个人都接受您所讲的 因为希腊这座城市由我们刚刚所讲的 它是世界文化中心也是哲学思想的重力 所以这两个学会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学会我们刚刚讲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说它是一个开放远路自由的地方 那在以古楼学识的话这个学派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要及时享乐 因为人生又苦又短 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而已 所以你要懂得在你的有限的生命当中去享受你的生命 那他们非常崇伤自由 那这个自由啊有一个那种自由的程度 那这个所有的自由就是说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要这样 因为这是我们的自由 以前在我们的台湾有一首歌 那这个是流行的歌曲 那这个歌曲已经应该超过三十年以上 那这个歌语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可以 那这首歌后来就变成被台湾当时候的政府进取 因为当时候台湾政府还没有很自由 不是你想讲什么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算是一个还是比较保守的年代 那这只要我喜欢不可以就是说 你可以随意跟老师跟你的长辈跟你家里面的这些 可以跟他们去主张 我的诉求都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当时就是在讲什么人权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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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led si Zero 谁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权利 啊 我为什么要被你管啊 应该是这样的 好像用别黏西 我也是不能每样都管我 对 就会造成很多家人的贪缪 这个东西 那这首歌就是在鼓吹 absorption 現在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那一下子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這一套 可是後來政府就繼續跳 不可以唱這樣的歌 因為當自由沒有法治沒有一個道德規範限制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種放縱 所以他就變成一種放縱 他就變成一種放縱 尤其在男女的關係上 你不用對你負責 我也是不用對你負責 我都是成年人 我的設定我自己主張 我要跟誰就跟誰 對呀 對呀 每次觀眾都沒有 每次都沒有 每次都沒有 這個當然就會造成很多不好的情況發生 所以當時那種很保守的一個居民的思想 都不被當時的人接受 但是時代到現在 這招已經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情了 因為當時代 進步到這個世界 進步到以前錯的 現在全部變成對的 以前不被那種社會所接受的事 現在慢慢的都正常了 這個大概就是那種享樂主義的 因為人生那麼短 那麼苦 所以一定要 讓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充實一點 活潑一點 快樂一些 但是如果 就聖經的道理來看 這種享樂主義的思想 會 讓我們陷在罪裡面 所以 這種思想 在學校裡面 可能它是一個正常的教育 所以 這種思想 在學校裡面 可能它是一個正常的教育 這種思想 在學校裡面 可能它是一個正常的教育 以前 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可是 在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會這樣說 對 學校教的啊 沒有錯啊 學校怎麼會教我們錯的事情 因為 很多事情 也變成沒有迴避國家的法律啊 既然這是我學校所學來的 一些思想觀念 加上這些行為 又沒有國家的法律 說你這樣子是犯罪 所以 在 末世的這個階段 也做成 我們教會內部啊 很多 很多 迷思的地方 因為在我們這個現代 很多人 我們就受到 這個 觀念的影響 所以 所以 最近 從 一些 那種 同性戀的 一些活動 來看 但是 我們 教會 也不應該去阻止 人啊 對 對 世界上有幾個國家 還有 他們的那個 地方的 政府的 那種 自己管理啊 自己治理的那個 法律裡面 他們有開放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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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他們 法律保障 同性戀者 他就認為說 你是違背 佛家的 教會 所以 在我們聖靈裡頭 所主張的 這統性戀者 得罪神的事情 是絕對不容許的事 學校的教育教導 任何人都可以 自己主張 自己主張 你的身體 甚至你身上是女生 但是你不可以強制 規定 那種 你就是一個女生 如果您的言論 規定 這方面的規定 你真的有時候 你為了要維護 聖經真理的原則 你真的可能會被抓 被關在肩膀 教會太書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段話 我們在看家樂派書 的第五章 他也不可以 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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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 我們這一起 現在 astronomτά 好,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选招 是要从罪当中被释放出来, 因为我们信耶稣罪得到释放, 那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得祥,在耶稣里面的真自由。 那真自由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没有人管理。 当然,你自己做决定。 但是在身体里头,许多跟罪扯上关系的原则, 你也一样要遵守。 不可以超越过真理的原则。 面对生活,包括我们享受生活的层面都是如此。 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也告诉我们, 面对信主以后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是通的行,但不都照旧了。 我们的信仰是通的行,但不都照旧了。 我们的信仰是通的行为十章。 十章二十三节。 十章二十三节。 这里说,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照旧了。 不论是谁,都不要为自己来求益处。 这个为自己求益处就是说, 那个是我自己的事啊, 我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就好。 对啦, 我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我喜欢就好。 可是, 有时候你的一个个人的行为, 它会影响到很多家的行为。 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鄰居啦。 影响到你所有认识的人喔, 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仰。 虽然, 我做什么事是我们个人的事啊。 不知为生顾者。 可是软弱的说, 诶,奇怪, 那个教会的顾客, 那个传道, 那个谁谁谁, 怎么这样子。 原来台上讲的是一回事, 他诗底下做的又是一回事。 那你讲这个信徒, 他心理如何, 这种相反, 那他以后会变成怎样。 我之前曾经讲过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一群教会的人, 我们会一起很久, 我们会一起读国, 玩那个副个牌, 打麻将都可以, 我就是想说, 你不会不是跟外人啊, 我都是认识的人啊, 我又不是跟外面有幸福的人啊, 而且我们因为有钱之啊, 我们不会喝酒醉啊, 那我们完全, 就是一点点而已啊, 最重要的就是说, 可以动动啦, 可以消遣时间。 如果你自由的角度来看, 那是我的自由啊, 谁管得我? 谁管得我? 第一个, 我没有违背教会的规定, 我没有违背争理的原则, 我也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啊,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 他说我们就是这种想法, 但是如果按照保罗所告诉我们, 这个叫逛用自由, 因为你自己追求自由, 你自己的事啊, 我高兴,我快乐就好啊, 可是真的还是, 他没有跟我们一起玩牌, 没有跟我们一起喝酒的幸福看到, 但是, 这有一种什么很能够, 然后放在心里里面。 那是什么? 有时候讲话的时候都讲 欸, 没问题, 哪有了一种人的就是对得来, 还呢? 那我们叫回答, 那是什么人。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带来, 然后哪个人都叫什么啊。 其实后来, 我们这种人都被社管讲。 所以我们后来全部都说我们。 有人的结果不太好 接入每个人都得了教训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自由就是 我会啊,我可以啊,但是我不要啊 因为我要以安心的原则来对待每个人 所以这些事都是你可以做的 但是我就是不想做啊 因为我要在真理里头 享受你的自由 但是却不要忘用自由的造成别人的温落 那三十一节有一个原则 十章三十一节 各立播前书十章 从三十一节来看 一起读到三十三节来看 看起来看 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能够知不合 但无论做什么 都要认为能够要是 能够要是 能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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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要 能够是 所以我们从 以比 普罗学派的 享受的处理 普罗跟对 plotting 我們起來跟保留辯論,你講的這個歸還我們的那種學術思想 歸還我們的自由思想 這種享樂主義一旦進入到教會就造成我剛剛所講的這種起訴 所以以後不到克林多前述的這段聖經章解憶後才知道的話 原來是我們以前自己無知啦,神的道理不懂啦 以前以為自己應該是國家的事啊,不管什麼話 也不可能啊,不然能脫下的那樣,不然能做到那樣的事 那可是自己得了,受了神的管教,得了教訓之後 我們來教育也在管,我們要去吃美食嗎 原來就是這樣的,我們吃喝都有為了要神而做 那甚至有人因為我們的行為,他們也跟著學啦 因为那些比较年轻的人就会选,这些都是教会的八哥八,没有八姐,只有八哥。 不是教会的人啊,所以大概教会就是这样嘛。 那因为这几年当中,我们都是有聚会,有在做深功的。 可是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的信心程度,对道理的认知,知道我们没有犯罪。 不是在无形当中,却让那些无知的软弱的人,他们就跌倒了。 那这种罪会生在我们的身体,因为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让别人犯罪跌倒。 当然,因为他有职受的,对道理的道理的行为。 路随与保罗也讲他的原子。 他们就是在国家的国家的人不关,都不要爱。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让别人关系。 因为他不看着他,但他不看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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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不看着我。 不管什么事情,他不看着我自己受不了的关系。 对,因为他们都不要接着我,他们都不看着他。 但是,让别人得益处,不是说,让他得了钱啊,得了名声啊,不是这样,是让他在得救的事情上,得益处啊 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他也有好的行为 他就我们用心学习神的道理,他也有用心学习神的道理 而且知行可以合在一起,就是说,你知道到神的道理又可以醒出来,这两个事情是合在一起的 这也就是雅各书里面在讲的信心的行为 所以,我们从这个以国学派的这种享乐主义放纵主义来看 这不算是有错,我会被独自拿来的不合的 其实,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就是强调个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的自由就变成了广众,得罪,得罪,得罪 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地,夺娑解脱,对自由要夺娑解脱 因为我们的真正的,会被教了他,知道我们的。 那第二个选派就是那个斯多瑶 斯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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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斯多瑶它是追求完美的 那什么要追求完美 因为不是靠相信耶稣,耶稣就可以救你 他们是不相信耶稣的道成落身的这种救恩的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靠自己的修行 所以因为追求完美 不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你想要得救 你就是要靠着自己好好地修道 所以他就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主张禁律的 你要克制自己,你要忍受自己,你不可以这个跟那个 所以在古诗话,有很多的那个修道院 就是他在灵修的地方 他们都过着很简单的生活 他们不追求物质的享受 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地简单 那在男女的关系上,他是主张禁律 就说不可以有男女的关系 这个衍生出来了,如果在教会里面 就好像现在的那个天主教 天主教里面有神物,神物是不可结婚的 神物 还有修女 他们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 为了要失落神的时候,我们不嫁 我们不去 那这些人有为了追求更好的灵修 他们会到高山,到没有人的地方去那边做灵修 如果是男生,就全部都是男生,不可以有女生 如果是女生,那地方就全部都是修理 那这个当然,如果用佛教来看,就是和尚的礼物 这种都是属于禁律,主张,要追求完美 就是个人的修行 这个学会在十五世代的教练 就已经有,当时候的环境,社会环境就已经有这种情况 那你阿山边,你不必在哪里,你不必在哪里,哪里,哪里 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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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好,罗罗就曾经讲过这样的段话 我们看,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提摩泰前书四章 提摩泰前书四章 一节到一文节 因为这种观念,后来有一些信徒受影响 到底他是在信主以前被影响的呢? 还是在信耶稣被影响的呢? 我们不知道 可是这里我提的两件事情都是跟这种学派 你看看,那个,斯多亚学派的观念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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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章一节到五节就讲,圣明明说,在后来有人会移近道理 被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我们之人的讲话 这种人的良心被给落罐了 那他们主张什么呢? 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 就是说我们标榜,我们就是前程属灵 我们不结婚,我们进居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生活简单,所以进居食物 那因为不可以结婚啊,所以有很多食物会让你身体很健康的 但是,他们透过食物来养生啊 不要让一些食物太过营养 让你的身体太过营养 进居食物在我们中文圣经它说 借婚,就是现在的那个素食主义者 就说你不可以吃肉 那在蔬菜当中,一些比较刺激的 像辣椒,蒜头,韭菜之类的,比较刺激的 不可以吃啊 所以,主张不坤,主张素食的,这个都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观念就是受到,是洛杨学派的影响 那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 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 保罗提起来,不然你要注意这些事情 保罗提起来,不然要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在此,末期就有这些事情发生 当然,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 那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对我们的交流会产生影响 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我们的图约 这些东西是要让相信神,而且明白道理的人 可以感谢与领受 这些东西是要让相信神,而且明白道理的人 可以感谢与领受 所以,婚姻有婚姻的道理 但是,主张不坤就是不对 除了圣经讲的,有某种特别的恩赐 那他才可以不结婚 那食物的部分也像这样 那圣经告诉我们,除了热食的,学 拜五项的,这三种不能学 这三种不能学 其他老公说,这个感谢没有一样可气的 因为这是神的道,盼人的祈求 就让这些食物成了完全 他的圣洁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根这两个学派的学士来辩论 因为他们的一些主张跟我们圣经的原则 圣经救恩的道理是违背的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传福音 还有我们的教会必须有真理原则的原因 这也就是一个秩序的原则 就是一个秩序的原则 我们晚上就先查找到第十八节的这一段 因为遇到这两个学派,让我们对这两个学派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这两个学派影响到,我们到时候对西派的一些方法 我们对这两个学派有更多的原因 也就是帮助我们一起来唱吃 谢谢大家